呃 我真是太帅了 爆腿大腿絕對腿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娃,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是不是覺得很久沒有看到我了呢? 我大概一個月沒有發片了 這已經是我錄的第三次開頭了 因為太久沒有拍影片,我一直講錯 這麼久沒有拍影片,沒有上片,我很對不起大家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非常非常豐富的內容要給你們看 我今天的主題是我要來介紹美劇 其實美劇一直都是就是常常有人私訊問我的問題 像是我推薦什麼美劇啊 也因為我從高一到現在一直都有在看美劇 我已經看了大概幾十部了吧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還算是蠻可以和你們分享 就是什麼美劇好看、什麼不好看 或是和你們介紹一些美劇的人 我之後可能就是有機會也可以 拍各種關於不同類別美劇的影片 那今天就是我講美劇的第一支影片 我就想說我先從我最推薦的十部美劇開始講起好了 我會和你們簡介一下這幾部美劇的劇情 但我會就是謹慎小心不要爆雷 然後我也會跟你分享它的優點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我覺得什麼是很值得看的 有什麼是它的特色 可能也會有一些我覺得它美中不足的地方 然後我會從我的第十名一直講到第一名 那在開始之前請先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的第十名是後裔氣兵的 Queen's Gamebit 它是去年2020年上片的 然後它只有七集很短 這部短的影集是在講述一個天才西洋棋手 就從她很小的時候一直到她後來不斷去比各種比賽的一個過程吧 心路歷程 心境轉化 女主角叫做Beth 我其實蠻喜歡這個女主角的 我覺得她有一個很神秘的氣質 她也把劇裡面女主角的那種 其實在心理上有一些狀況 可能是寂寞啊 憂鬱也好 這種情緒演得還蠻逼真的 我覺得她的劇情是非常 可以說是真的很吸引人 她的整個題材也算是蠻新穎的 就是至少我自己以前沒有看過類似這樣的主題啦 但我覺得美中不足的地方是 不夠有記憶點 嗎 就是其實這整部影集非常的流暢 整個節奏都很緊湊然後都很好 可是她的流暢裡面缺少一點 就是你會覺得很驚艷的部分 當然女主角本人就很讓人驚艷了 可是我說的是劇情上 我是覺得這一個不會影響到我對這部美劇的喜歡啦 裡面也有用到一些蠻特殊的拍攝手法 像是天花板的大西洋棋盤這種 其實還真的是一部蠻特別的美劇 然後我真的還是必須要講的女主角 真的演得太好了 太讚嘆太驚艷了 這部劇它其實沒有什麼奇幻的成分 是一些比賽的狀況呢 或是一些這個女主角天才騎手 她人生中的一些狀況 她自己的心理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喜歡看寫實的東西 你可以來看 另外就是如果你喜歡看演員的情緒張力很足夠的話 你也可以來看這部美劇 對這是我的第十名 我的第九名是 小偷小強 Trinkets 它是2019到2020的劇 極數也不算是很多 它兩季 它應該算是一部比較冷門的劇 它其實就是在講三個女生 然後他們分別來自很不一樣的家庭 就是有一個可能會在這種美國高中校園 被歸在就是比較隱形的人 或是比較平凡的人 就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資優生 跟一個 富家女 對 可是他們三個都有偷竊的習慣 這整部美劇就是建立在他們三個一起去 一定要是 讓他們比較帶來偷竊的 這個 機會 他們認識 然後變成 朋友 讓他們 原本沒有交集的生活 有了交集 以他們的友情為主線吧 然後會 參雜一些他們各自發生的事情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其實就是 因為你知道我看了 一些蠻 著名 就是現在還蠻有名蠻紅的 奇幻的美劇 像是《河谷正》 《怪奇物語》這種 我覺得看一些像《小頭小長》這樣子的美劇 會有一種 口味的轉化 它的劇情都沒有什麼高潮奇怪 雖然是平淡 然後就也是 比較寫實 可是 可能因為年齡的關係吧 我覺得跟我們的生活還蠻貼緊的 你也可以從這部美劇裡面更知道一個人他生活的環境啊 出生的家庭 不一定就會把他導向什麼樣子 比如說那個很 有錢家裡很富裕的女生 他可能物質上過得很好 可是 家庭關係上不是那麼好 大概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這也是一個適合喜歡 比較寫實劇情來看 但是這一部比起《後裔器兵》又 更平易近人一點 因為《後裔器兵》他比較不是一個我可以去同理的劇情 因為畢竟他在講一個就是世界第一的西洋棋手 然後在很年輕就有很高的成就 這種東西其實不太能夠理解 但是 《小頭小長》他確實是比較貼近生活一點的 所以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的第八名是 漢娜的遺言 13 Reasons Why 他是2017到2020年的 然後他有四季 可是我個人覺得 第一季最好看 他主要是在講一個 高中對新轉學來的女生的霸凌 就是這個霸凌事件導致這個女生 他接觸自己的生命 為什麼叫做漢娜的遺言 13 Reasons Why 就是因為 這個女生他在 結束自己的生命之前 留下了一盒錄音帶 然後是13個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的原因 除了霸凌的這個部分 痛苦的情緒和那個痛苦的氛圍營造得太好了 裡面有一些比較會讓人不舒服的片段 那個是你真的會感受到心臟的痛 例如裡面有強暴戲 他沒有用任何隱藏的手法 他是很直接的就拍出來呈現給你看 就是對我來說我覺得他會很深層的影響到我的情緒 我那陣子在看這部美劇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處在一個蠻低落的狀態 除了這些比較你會覺得不舒服 或是你會覺得很難過人受傷的片段以外 我覺得男女主角的感情 是真的還蠻細膩蠻細緻的 就是男主角暗戀這個女生 他會覺得自己配不上這個女生 他覺得這個女生在他心裡是一個很理想很好的樣子 結果他聽了錄音他發現 其實好像不是他想那樣 然後他有點後悔自己那個時候為什麼沒有陪在他身邊 他覺得自己也是那個原因之一的那種心情 雖然是蠻深刻的吧 在這部分就是看了是有點感動 然後這部美劇其實也是真實性比較高的 他算是寫實 可是他的劇情有一些手法比較誇張一點點 但這不影響這個美劇在傳達一些感情情緒給你的這方面 對所以他還是算是一個寫實的印記 第一季真的讓我哭到不行 那後面三季我覺得就沒有那麼精彩了 好的講完我的發生的實名 現在是我的第七名 我的第七名是 Chill Die Dynasty的Fan Pie Bud 是從2017年到現在還在持續更新的 他好像會有四季吧 我喜歡這個女主角他叫做Fallon Carrington 雖然就是那種love家女 然後就很有錢 有一點點小自戀 但還算是一個蠻可愛的女生嗎 對我還蠻喜歡的 這部美劇其實真的就是肥皂劇 他就是在講個有錢家庭裡面發生的很多事 這個有錢家庭不是一般有錢家庭 他是億萬富翁的有錢家庭 他不能算是一個寫實劇 他的劇情有些是比較誇張比較誇室的 就是不停在外遇啊 劈腿啊 然後兒子養了二十幾年 結果後來發現他不是女兒子 可是我自己覺得就是他的劇情還蠻順的 很消磨時間 你喜歡這種超級有錢人家的生活 那種大亂鬥的感覺的話 你可以去看看 再來我的第六名是 脂肪子 Money Heist 可是 好吧 脂肪子 Money Heist 的第一季 他四季未完結 然後是從2017年到現在的 我覺得他不能說是美劇啊 西班牙劇 他是有英文配音 我自己是看英文配音 我很喜歡裡面一個女生 叫Tokyo 然後他第一季是在講強銀行 第二季也是在講強銀行 可是你知道就是 你看了第一季之後 你就不會覺得第二季有那麼驚豔 第一季真的是太精彩了 劇情實在是超級引人入水 有低潮有爭吵有快樂 就是還蠻豐富的一部美劇 再來是第五名 是三人要守密 良人得死去 Behind her eyes 六集 他已經完結了 他很短 真的很短 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講沒有什麼缺點 可能唯一的就是我還想要看更多 他是一個懸疑的推理的劇 可是跟我之前看了很多部懸疑推理的美劇 不一樣的是他的劇情的反轉是你很難預料到他是怎麼發展的 然後我要帶你們分享一下就是其中一個女生演得真的太好了 他是短頭髮 然後他叫做Azelle 有點像是那種人格分裂的感覺 他的情緒切換跟那個情緒的落差你會有一種嚇到的感覺 他的那種表情是會讓你有一點點就是恐懼的那種 我很短的時間去看完了 真的非常好看 他一定要去看這部真的很好看 他真的是你沒有辦法預料到他下一部劇情會怎麼發展 完全不行 光配合這一點就應該要去看一下了吧 我的第四名是沙賓娜加莉冒險 Chilling Adventures of Sabrina 這個女主角叫做Sabrina Spellman 然後他在16還是17歲以前 他都是以人類的方式在生活 他只好才發現自己是女巫 然後他必須要效忠於其中一個種族 雖然他算是典型的奇幻影集 很多危機危險 可是比起其他的我比較喜歡這部是因為 他的演員也是都還蠻高的 裡面有一個男主角叫做 Nick Scratch 他真的很帥 非常有魅力 他是很強的巫師 然後他們兩個的愛情線 會讓你覺得有點痛心 然後他裡面發生的一些事情也蠻有心意的 不是一些你已經就是看到你的那種怪物啊怪獸 缺點是結尾結有點衝簇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突然不繼續拍續集 是你會覺得有點太突然 然後最後一季好像是在趕火車的那種感覺 不過除此之外我還蠻喜歡這部的 就是他那時候完結的時候我十分難過的 因為真的還還挺不錯的 好接著要進入前三名了 我的第三名是絕命毒師Breaking Bad 一個大叔跟一個年輕小伙子一起販毒的故事 光這個他們在那種有床有廚房的那個車 叫什麼車啊 蠻就那種旅行的車車上面製作毒品 就是一個很吸引人的點吧 然後我覺得年輕的那個男生 他叫做Jesse Pinkman 我覺得他演得很好 就這部劇我覺得他的高潮跟低潮區分蠻明顯的 是一個你會蠻有記憶點的一部劇 通常這種題材比較陰暗一點的社會現實的劇 比較少表現出人生中快樂的部分 可是在這部劇裡面 他原本是師生關係 後來變得有點像父子 對這個年輕人Jesse Pinkman來說 他可能從小就比較沒什麼人養他 或者沒有什麼人同理他 沒有什麼人真的站在他這邊 他的老師其實也不能說一開始就站在他這邊 但是到後來確實是成為他的人生的支柱和力量 我覺得是真的會就是走進你的心裡的那種感情 是我覺得這部劇比較特別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他有一些人性的好的部分 社會現實下的好的部分 然後我的第二名 是滑邊教主Gossip Girl Gossip Girl是我看的第一部美劇 故事基本上都是發生在上流社會的副駕子弟們 跟朝代可能有一點點像 就是有錢人家之間的勾心鬥角 就是朝代比較像是一個家庭都各個人發生的事情 Gossip Girl是他們之間的那種關係 就是那種男女朋友同一群人這樣子一直換來換去啊 我一直都知道Gossip Girl這部美劇 就那個 XOXO Gossip Girl 我第一部會看他是因為我真的太喜歡女主角了 他叫做Sarina Vander Woodson 然後他是有死室的老婆演的 他超漂亮 另外一個我看了之後我深深愛上的 他叫做Nate Archibald 他真的太帥了 而且他是一個就是 我覺得啦 對於女主角還算是蠻痴情的一個男生 他真的是那種花美男代表 真的太帥了 整體來講 劇情是會讓我想要一直一直看下去的 然後他們演員演的 我覺得比起朝代更自然一點 我不知道啦 就是表現方式比較自然 他和朝代不一樣的是 朝代的事情比較大型一點 就是那種很紅豆世界型的困境 可是在Gossip Girl裡面 他其實有蠻多就是那種 青少年之間的一些鬥爭啊 一些爭吵發起的那種 傳在網路上的八卦 對! 為什麼Gossip Girl 就是因為八卦 Gossip八卦 你可以靠一則 對你有利的八卦翻身 也可以靠一則對你不利的八卦成論 然後Sarina跟他的好朋友Blair 他們之間的友情 我覺得也是一個看點 他們可能曾經互相背叛過 到最後還是在那對方身邊 我覺得這是很 很不錯 然後我自己也很想要有的一段友情 我的第一名 就是謀殺入門客 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他是懸疑推理的美劇 然後和前面那個 Behind her eyes 有點類似就是 你其實猜不到他的劇情 會往什麼方向發展 你原本以為的那個走向 可能過了一兩集 就會完全不一樣 完全被推翻 大家都有超級深刻秘密 每個人之間都有那種 緊密的關聯啊 然後不能被別人發現的事情 然後演員演得非常的好 他裡面的主角叫做Annalise Keating 然後他是一個 黑人非常厲害的律師 他在六季裡面 有很多次上法庭的片段 可是每一次都不會讓你覺得 他很重複 或者他很雷同 這部真的是 所有人問我 我都爆推大推 絕對推他沒有任何的缺點 他超好看 他的幾數我覺得剛剛好 而且 他裡面的演員都還蠻有魅力的 他的劇本真的寫得太好 怎麼有辦法寫得那麼縮密 就是我會跟著他去推理 講說會不會是這樣 那有些可能會中 可是有些可能會不會 出乎你意料的發展 不會讓你覺得 蛤 他會讓你覺得 喔原來如此 我是不是漏掉了什麼 他有很多的細節 他真的可以說是一部 很細膩 很有細節 又很豐富的美劇 Each 就是我的 Netflix必看的10部美劇的排名 從第10名到第1名 希望 就是你們聽完我分享這10部美劇 你們會真的想要看 因為我是第一次做這種分析型的 我其實有點詞彙缺乏 怕你們會覺得我分析得不夠好 如果覺得我分析上有什麼可以加強的地方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希望啦 希望 我可以幫助到一些想要看美劇的人 知道從哪裡著手 如果你有什麼想要看我分享的美劇類型 可以留言在下面 然後我會看 搞不好我哪天有機會 我就會整理一集你想要看的主題 來給你們看 我覺得美劇是學英文的一個好方法 它可以讓你習慣一些 你國人英國人他們真正的用法 真的很棒啊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花錢去買Netflix 這不是業配 嗯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我這支影片 大概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 慢慢喜歡分享出去 那就 掰掰囉